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的统计 世界人均GDP前三高的国家是卢森堡、爱尔兰与挪威 第一名的卢森堡是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 第三名的挪威则靠着石油等天然资源成立世上最大的主权基金 三强中的老二爱尔兰却拥有最离奇的发展故事 他早期被称为欧洲乞丐 后来创造出罕见的经济奇迹 却又一度沦为欧洲五国之一 本期就要来跟朋友们介绍这个奇特的经济案例 在进入主线故事之前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爱尔兰这个国家 爱尔兰位于欧洲最西侧 西林大西洋,东方则跟英国夹着爱尔兰海 国土面积大约7万平方公里 换算下来约有两个台湾大小 国民人口只有少少的500万人 整体来说,爱尔兰随着欧洲边陲的一个小国 不过善居在世界各地的爱尔兰异族群非常多 光是美国就有4000万人 现任总统拜登与前总统欧巴马都有着爱尔兰协同 虽然爱尔兰是个小国家 却以人均GDP10万美元高居世界第二 翻开他们的经济资料 我们会发现驱动这个国家发展的引擎是外企投资 由于爱尔兰税率低 人民讲英文而且教育水准高 吸引超过700家外企到此投资 其中就包括谷歌,Meta,苹果,微软,推特 以及各大金融,能源,电信,生计,航空,交通及媒体等产业巨头 这些大企业几乎成为爱尔兰的经济命脉 光是企业税收就占了该国的总税收的五分之一 这还没有算计外企在爱尔兰当地创造出来的工作机会与产值 放眼全球,这种经济结构相当罕见 为何爱尔兰能发展出如此独特的面貌 要从该国的发展历史说起 最初回中世纪 当时盖尔民族在爱尔兰岛建国 到了12世纪便遭到强龄英国并吞 虽然爱尔兰人不断反抗 但两边的实力在进入19世纪后越差越远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为了制造英国的麻烦 运送大量军火物资到爱尔兰 当地势力才有了独立的奇迹 1919年,爱尔兰共和军揭竿起义 与英国展开独立战争 历经多次惨烈对抗 双方签订英爱条约 爱尔兰成立自由帮 英国则保留北爱尔兰六郡 倒离1937年,爱尔兰正式建国 虽然好不容易脱离英国的掌控 但爱尔兰却在内外大小战争之下 国力大商 在欧洲国家快速成长的时期 他们的经济发展却陷入停滞 虽然政府努力救经济 但直到1980年代 爱尔兰仍背负巨大的预算赤字 与公共债务 光之赤字就占了GDP的15% 失业率也飙升到两成 这时候的爱尔兰 是欧洲发展最落后的农业国家 还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欧洲乞丐 然而乞丐总有翻身的一天 共和党执政以后 致力于削减公共开支 推出减税计划 试图把产业中心从农业转向知识经济 爱尔兰政府的连番作为 吸引到国外企业巨头的目光 这国家可以说是在外界的藐视之下 悄悄打下经济爆发的基础 从1995年到2007年 爱尔兰经济大幅成长 被经济学家誉为凯尔特之虎 专家认为 该国的发展曲线堪比亚洲四小龙 从1995到2000年期间 爱尔兰的经济以平均9.4个百分点的幅度快速成长 从西欧最贫穷的国家变成一方复国 这时的爱尔兰除了基础建设大爆发 失业率更降到5%以下 人民的消费支出随着薪水成长而大幅增加 爱尔兰人开始有钱到世界各地旅行 政府还盖了都柏林尖塔 象征这个国家迈入现代化阶段 从欧洲乞丐 摇升变成凯尔特之虎 爱尔兰的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构成 第一是低企业税率 从1990年代开始 爱尔兰的企业税只有10%到12.5% 比其他国家低上不少 加上他们陆续推出较宽松的商业监管政策 以及身为欧盟成员国伴随的市场准入便利性 让爱尔兰成为外企眼中最理想的根据地 在英特尔等巨头进驻以后 爱尔兰便收获巨额的外国投资 第二个原因来自欧盟的帮助 欧盟当时提供爱尔兰教育与基建基金 而爱尔兰也将这笔钱的35%投入教育 借此打造出一整代的高技术人才 对外国企业带来更大的吸引力 第三个原因正是语言 对于美国企业来说 虽然低劳动力成本的欧盟国家有不少 但爱尔兰提供能说英语且高技术的劳工 条件又于葡萄牙或西班牙等国家 而且政治环境又比东欧国家开放 因此不少美国企业 更愿意选择爱尔兰当作是欧洲发展的总部 从以上资料 我们可以看出爱尔兰走的是科教新国 加上吸引外企的路子 清晰的政策逻辑让他们快速成长 但凡事总有正反两面 开尔特湖快速的兴起背后 其实埋下了不少隐忧 像是经济的快速发展 导致当地的房地产出现泡沫 2004年爱尔兰建造了8万套新房 人口比该国多出15倍的老龄居英国 同期却只盖了16万套 这时的爱尔兰房市出现明显供需失衡的情形 房价却因为经济异常繁荣而翻涨了一倍 泡沫危机一触激发 经济快速发展还伴随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当地的工资快速上涨 一方面导致爱尔兰失去廉价劳工的优势 另一方面更加剧了当地贫富不均的状况 联合国在2004年的报告中指出 爱尔兰社会财富不平等的程度 在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 这些问题在全球经济上行时常常被忽视 然而一旦经济走势反转 卫爆弹就有爆炸的可能 2008年悲剧就此发生 当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 欧洲国家政府财政随之恶化 欧洲第一个出现萎缩的国家就是爱尔兰 刚才我们提过 他们的房地产有泡沫的风险 结果世界性金融危机直接戳破泡沫 营建业的产值萎缩了超过5成 失业率也暴增到10%以上 最初推动爱尔兰经济起飞的外企投资模式 同样也隐藏了不小的问题 自2000年前后开始 该国由于支付外国投资人利息 与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 造成贸易经常涨从顺差变成逆差 而且逆差规模还不断扩大 为了弥补失衡的国际收支 爱尔兰只好开始大卖债券 根据台湾中央银行公布的研究数据 当时爱尔兰的外债将近GDP的10倍 而且公债持有人几乎都是外国投资人 外人持有比例高达72% 要知道 日本的外人持债比例只占不到一成 因此 脆弱的主权债务结构 让爱尔兰从凯尔特之虎沦落到欧洲五国之一 还被财经专家评为破产风险最高的欧洲国家 从乞丐翻身再沦落为人人嘲笑的欧洲 爱尔兰的韧性实在惊人 经历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 他们居然在短时间内成功复苏 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好转 在量化宽松 欧元疲软与低油价等因素驱动之下 爱尔兰很快又赢得一个新封号 凯尔特凤凰 象征着浴火复活的漂亮表现 这使得爱尔兰成为危机后欧盟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不只国债大幅减少 预算自资与失业率也快速下降 不过爱尔兰在这时期的复苏状况有些复杂 虽然经济数字确实亮眼 但有不少专家认为 该国仍为妥善处理青年失业与弱势贫困的问题 2017年更发生一件大事 让爱尔兰广受外界质疑 当时有国际骇客揭露一笔秘密文件 显示爱尔兰2015年公布的26%GDP成长率是虚假数字 由于苹果等外企利用爱尔兰税法 在当地创造出大量无形资产 也就是说 由于大批外国企业遭指控利用法律漏洞 在爱尔兰大玩避税游戏 在美国参议院调查 以及苹果执行长库克的作争之下 爱尔兰更改外企税法条文 更在2021年宣布同意把企业税调高到15% 配合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设定 新税制预估将在2023年上路 虽然这可能会导致爱尔兰在税负上失去竞争力 不过长年累积的营商环境优势 让他们现在仍是外国企业最爱的根据地 数据显示 2022年的爱尔兰 企业税的收入预计能创下历史新高 不少财经专家认为 爱尔兰的成功经验很难复制 原因在于世上主打低税的国家很多 但要像他们同时拥有高技术劳工 英语环境以及欧盟资格的却很少见 特殊的条件集合 搭配上清晰且正确的执政路线 最终才造就了这么一头猛虎凤凰 好了 这集的穷色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